过年的时候很多民众都会买盆花 摆在家里头增添喜气 而彰化田尾就是台湾花卉产量最大 外销最多的产地了 虽然几年前因为农村人口老化 一度出现产业危机 但是现在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 情况又出现了转机 你们都那么早 对啊 我夏天五顶就起来 快五顶半就来这里抽 每到奴隶春节就是田尾花农最忙碌的时候 这个是新品种 它就是卷毛卷毛 它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啊 跟我们这个大豆不一样啊 这个品种叫什么 这个叫做大吉利 大吉利哦 这个是旧的品种 这个也是新的 这个也是新的 目前只有我们跟我们班员两个人种而已 新品种 然后这个也是新的 你先生喜欢尝试种新品种的东西 黄色耀眼 桃色脚炎欲低 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些非洲菊的颜色比一般的层次更多 花色更美 它们都是市面上最新的品种 秋佳龙的菊花走精品系列 当初他接手父亲的菊花田 心想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我跟国外买这个授权的话 他有一个优点 他会派国外的祭司来 他会跟你说 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缺了什么肥 或是缺得了什么病 他会跟你交代 那五行中你的技术也会提升 邱佳龙把种花当品牌来经营 而且他不怕别人学 因为他的花田不断在翻新 像白菊 普通的品种一只八九块 滚着绿边的简伯拉 价格顿时翻倍 年轻有创意 敢冲肯努力 天为新一代的花农推成初心 为地方产业缔造新的生机 记者张晓妍 张志龙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